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 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出席对话并发表主旨讲话 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高校、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约30名中外代表参加 双方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 中美双方应坚持和平共处、避免冲突对抗、加强沟通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深化经贸、气候变化、卫生、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 扩大人文交流特别是青年往来、加强风险管控、重视和妥善处理分歧、展现大国责任担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双方同意继续深化对话交流、为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做出努力 双方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